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适合的运动强度与运动量哦 不同程度的肢体障碍容易受伤的部位也不同 因此要注意的地方也不一样哦 像是上肢截肢者因为上肢残肢的失力程度不同 可能导致背部拉伤以及下背痛 在进行下肢训练的时候 也有可能因为重心不稳导致下肢跌到挫伤 因此上肢截肢者可以选择适合的辅具 来提高自己的运动效能 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哦 而下肢截肢者会建议踩坐肢运动 坐肢运动会使用到大量的腰部力量 因此在运动之前要充分的热身 避免我们的腰部及背部受到拉伤哦 容易使用者除了要注意腰背部的运动伤害之外 也要注意臀部因为长时间的摩擦 造成皮肤受损的问题 另外使用抑制的时候也要避免长时间的运动哦 脊髓损伤者我们建议踩强化肌力 以及强化耐力两方面 强化肌力可以踩抗阻力运动 例如重量训练 特别是我们的上臂以及躯干 训练强壮之后 有助于日后可以持拐杖以及行走训练哦 脑麻者的运动需要考虑知识以及舒适度 需要避免意外的肌肉张力增加 原始反射的促进 这两个问题都会导致脑麻者产生身体疼痛 另外也要特别注意 自主神经异常反射的问题哦 我们在运动前一定要先做暖身运动 让自己的身体达到正常的状况在运动 不要突然且过于激烈以免受伤 另外在运动过后一定要做缓和伸展哦 除此之外选择适当的辅具也可以减少运动伤害的发生 目前各县市几乎都有辅具评估中心 可以帮助我们的身心障碍者量身定做适合的辅具 例如轮椅、轨帐、病床等等都可以申请补助哦 辅具中心的主要服务内容为 辅具的咨询与评估、辅具租借 协助申请辅助费用补助、辅具的维修、辅具回收 二手辅具媒合以及辅具展示等 只要注意以上这几点就可以安心去运动了 所以大家赶快动起身来 一起投入肢体障碍者的运动世界吧